雪岚鹅乌鲁音 今天凌晨时分发生了一起夺命车祸 一辆轿车在行驶途中 失控撞入了反方向车道 与一辆货车一面相撞 酿成了三死二重伤的悲剧 另外东海岸登家楼 一辆学生巴士 被一辆货车猛撞之后 四轮朝天 导致巴士上的是三名中学生 和女司机受伤 来看一组意外新闻 原本兴高采烈结伴出行的 五名华裔好友 在雪州五鲁音大陆 三十英里处遭死神拦戮 五人所乘坐的普腾赛家 和一辆货卡相撞 导致三死二重伤的悲剧 有人从此阴阳两隔 货卡司机指出 车祸发生在今天凌晨3点45分 当时后21岁的男司机 驾驶的轿车突然失控 冲向反方向车道 和一辆迎面而来的货卡相撞 造货轿车司机 和一名20岁前座女乘客 当场混沌公路 其余三名后座乘客 蒙受重伤 其中一人被送往医院后 伤重不治 根据了解 被撞的霍卡司机手部骨折 其余两名伤者 目前在新谷毛医院 接受治疗 镜头转向东海岸登加楼 今天早上6点15分 刮拉登加楼发生 雪省巴士翻腹意外 事发地点距离 刮登市区4公里 当时一辆行驶中的学省巴士 被失控的货卡从后面猛撞 导致雪巴四轮朝天 造成55岁的女司机 和13名的学省受伤 警方表示 受伤的学省当时正前往 刮登中华威仙中学上课途中 事发后 民众就合力把所有的学省 从雪巴的后门救出 所有伤者过后被送往医院治疗 其中的三人伤势比较严重 需要留院观察 根据了解 其中一人头部受伤 另外两人则分别是 手臂和脸部受伤 而巴士司机则是右手受伤 还需留院动手术 初步调查显示 车祸很可能是因为雨天落滑 加上天色昏暗所造成 确切噪音则有待进一步的调查 NTV7综合报道 我们下期见